今天也是大家去点单非常多的 去讲我们国家的长江跟黄河的这两个地方 而今天的这一集 先给大家去讲我们的母亲河黄河 那黄河为什么称为母亲河呢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黄河整个的5460多公里的流经的途径里面 它携带着上游的很多的泥沙 最终的塑造了整个的偏东部的很多的地区 用这些的泥沙填充来风营整个的土地 成为了整个的我们国家东部地区里面 很多人民生活的国土面积 所以这就是母亲河的第一个原因 同时呢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国家的北侧 整体来说水是比较少的 降水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知名巨大的河流 但是我们国家的北侧人又特别多 同时又是很多地方的农业重镇 那又需要很多的水来进行灌溉 包括工业生产 这个时候黄河呢 在我们国家的北侧的位置流过 就给大量的农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 包括很多的工业生产的用水 所以重要都是这两个原因 所以它被称为我们国家的母亲河 好 那我们呢 现在把视线拉回到这个地图的中部偏西的位置 我们从黄河的源头沿着这一路啊 看看它发生了什么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来开始讲解啊 整个的黄河全长 刚才说了5460多公里 流经了祖国非常多的省市 但是你任何的一个河流 都是从小水泡的开始的 那这小水泡的在哪呢 所以真真正正的黄河源头 是在八沿喀拉山北侧 偏西北的这个位置 看这边呢 有一个叫做约谷宗列曲 说白了 就是旁边的这些雪山 它直接血水化了 流到了整个的这边小水泡子里面 包括它这些雪水渗进山里面 然后再从这些比较低的小水泡子的这位置 水再渗出来 兴罗旗部的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 小水泡子 不是一个两个几百个 是上千个小水泡子 所以说呢 你能看到这边呢 它有一个叫做兴素海 那为什么叫兴素海 因为这些小水泡子 在高通看起来反着阳光的时候 一个一个一个的小亮点 仿佛是茫茫的 整个夜空里面的星辰一样 就叫做兴素海 而这些兴素海的小水泡子 大家别小看它的威力 这就是我们母亲河的最原始的来源 兴素海的这些水 向下汇集到了紧接着我们国家非常知名的两个巨大的湖 渣灵湖跟恶灵湖 这呢也是传统意义上的 不提这些小水泡子之外的 黄河源头的一个被认证的区域 现在已经成了保护区 渣灵湖 恶灵湖这两个湖呢 中间会有一个单独的小支流来进行连接 这两个湖的面积在地图上都能看到 所以说尺寸并不小 也是黄河水源的最重要的一个初步的汇集地 我当时去过这 在渣灵湖 恶灵湖边上呢 我还遇到过两个间谍 一男一女 老外 从后面看不出来 穿着我们藏民的衣服 骑了两头驴 每头驴边上各背了两个驴箱子 这个从后面看就让人觉得特奇怪 说怎么这个藏民弄这个驴箱子 然后转到正面一看说 哎呦 老外 然后跟他们下车想打个招呼 问一下 结果人转错就往回走 那时候我最初想 后来的日子里面经过多个相关单位的大哥指导 说那个就是行走的50万的 当年你没有举报 他们为什么要来这儿呢 是因为来到渣灵湖 恶灵湖 就可以取我们国家最重要的水源的 原生地的这些天气跟水文的资料 对吧 很重要 渣灵湖 恶灵湖 好 那我们的黄河呢 现在在渣灵湖 恶灵湖已经形成了 之后呢 开始往下流 将流过也是马多 这是去渣灵湖 恶灵湖路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镇子 海拔还是非常高的 因为现在整个黄河还处于我们国家的第一阶梯 这就是平均海拔在4000到4500米的 这样的海拔级别呢 你看马多周围也有很多的小水泡的 这些水泡的继续的会往黄河来注进 各种各样的水源 好 马多再往下流流流 这个时候大家需要注意啊 一会我们讲解的下面你能明显的知道一个事 就是水往低土流 说白了 玉山它就往更低的地方转 玉山就往更低的地方流 特别有意思 咱们现在关注细节啊 现在开始在第一阶梯一路奔下呀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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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到了这个阿尼玛青山的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黄河开始往上面转了 那发生了什么呢 是因为在这个位置你能看到 这就是红圆入尔盖呀 这是当年我们国家 整个长征路上走到这儿 就是就牺牲了很多的解放军战士 就是在红圆入尔盖的这边的草原上 这块的这个草原里面啊 这个泥又陷的人 同时也没有任何的吃喝 好 在入尔盖的这个区域里面 它就等于是从之前的平均海拔 在4000到4500米的第一阶梯里面 来到了第一阶梯里面 相对来说 海拔稍微低一点点的 若尔盖的这块 那这块的平均海拔大概在3000米左右 它有了一个落差 在若尔盖的这个地方开始往北转 它是一定奔着最低的地方走的 那说明了若尔盖周围的其他地方 很明显它的海拔要是比 它往北走要高 它沿着北边的这个峡谷 转转转转转 好 转到了整个阿尼玛青山 的北侧的这个区域里面 紧接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它直接从一个平均海拔在3000米左右的 这个地方 在龙阳峡的这个位置 直接水下了一个特别大的落差 而龙阳峡是黄河上游 第一个大型T级水库 特别有意思的是你看到这儿 因为水流量整体来说并不是非常的大 并且下游也没有那么大的城市 还处于山里面 所以这儿是不需要调红的 那这儿拦了一个水库 主要还是用于里面的一些能源的生产 包括这边可以蓄出一个水库 龙阳峡这儿拦了一个水库之后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工湖 好龙阳峡再往下 这块到了垃圾山 垃圾山它就又往北边翻不过去了 所以只能从垃圾山的这块走 然后大家说这黄河道 为什么不往南边走 因为南边的这个山头更高 它也翻不过去 从垃圾山的南边这块往下走走走 紧接着它就到了这块的刘家峡水库 而刘家峡水库是 我们国家的第一阶梯 跟我们国家的第二阶梯 也就是跟黄土高原这边的一个分界线 就是刘家峡水库 这儿就跟刚才我说的一样 但凡是产生大落差的地方 就会做了一个水库 从第一阶梯到第二阶梯 刘家峡这块又有一个水库 刘家峡水库拦出了一个小的人工湖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落差 然后到了刘家峡水库 它并没有往南走 说明南边的肯定地势还要更高 开始从刘家峡水库往北边去绕 这个时候就会路过了 整个黄河全刘京的途径里面 唯一穿过的省会城市兰州 兰州的城中间就穿过黄河 从兰州走了之后继续往东北方向 又路过了白银 也是最近几年开始流行的旅游城市 基本上从这开始黄河就已经挺黄了 因为我们之前在兰州看到那个水 已经不再是清澈的了 腾河里沙漠继续给它驾报 变得更加的黄在中卫的这个地区 好 过了中卫之后 这个时候就遇到了贺兰山 那贺兰山他没有选择走左边 而是走了右边 走了贺兰山的东侧 那银川这就形成了一个绿州 然后这块也是比较有名的石队山 到这黄河继续的往北走 那马上就会撞到了阴山 而阴山的南路的这个位置里面 是刚才说了乌兰布河沙漠 包括库布奇沙漠 黄河从中间把它俩截开了 说实话 乌兰布河和库布奇沙漠没有连上 很大承诺源自于黄河的水 带来的绿州的效应在两边 那这些绿州会减慢整个沙丘的移动 所以有朝一日黄河水减低了 或者说是过了几千年上万年 这黄河又改道了的话 一旦这没水了 你放心迅速的乌兰布河跟库布奇 就会练上 现在黄河往北边走 已经来到了它的几字形的上端的这个区域里面 刚才是几字形的左边 那黄河水绕不过阴山 所以说开始往右边走 而阴山南边的这个位置又有黄河 并且又是因为阴山把北边的冷空气挡住了 然后南边的库布奇沙漠 因为这个黄河也没法继续的往北边去推 因为黄河周围还是有植被的 所以就形成了核桃平原 这个事咱已经讲了很多次的知识了 蒙古铁骑 包括那些游牧民族 是特别想穿过阴山来到核桃平原 是一块风美水美 气候比较好的地方 来抢夺资源 来抢夺粮食 这是比较适合种粮食 阴山北边是不太适合种粮食的 黄河现在继续在库布奇沙漠的北侧 流流流流流 好 流到了几字形的右上角 这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叫做河口 河口很重要 河口是黄河的上游跟中游的一个分界线 大家记住 这是要考试的点 河口 到了河口这个位置 黄河就开始往下走了 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 接下来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大家关注真是这个水往低处走 你能看到 整个的几字形的右侧的这个区域里面 就是黄河流的这块 有那么一呐呐的绿色 说明这块海拔比较低 剩下的左边右边 右边是吕梁山 左边是黄土高原 都属于海拔比黄河流经的这个通道要高 你看就这么一点点 两边都是黄色的 在这个地形图上 然后同时这块呢 因为是黄土高原的核心区域里面 黄河南北的穿过去 所以整个的黄河含沙量的56% 都来自于北边的河口 一直到南边的三门峡水库中间的这段区域里面 是贼狂贼狂 但是在这个区域里面还没有形成地上河 因为这是黄土高原 所以它又是走黄土高原上比较平的这一块区域里面 多多少少还可以洗一些地面的土跟石头 还没有把这个水沉积 并且因为它是有地势的高度的 所以整个的落差 让水的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因为水流速一快 它的泥沙就会被带着走 就不至于因为水慢而沉积下来 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 叫做湖口瀑布 大家都看到了整个那湖口瀑布对吧 就是一个被黄河洗出来的大峡谷里面 刀切斧斩一样的 因为落差非常大 黄河在里面奔腾咆哮 这就是很壮观 并且也非常建议大家去的一个景点 过了湖口瀑布之后 就会来到了关中盆地 说白了关中盆地 就是黄河带着山洋的泥沙 最终堆出来的一个关中盆地 到了关中盆地之后 黄河就往南走 就撞上了整个的秦岭 怕是翻不过秦岭去的吧 那往东边流 这个时候国家在这 做了一个三门峡水库 这个三门峡水库整体来说 因为做的比较早 所以技术工艺还是比较初级的 它对于整个的调红 对于整个的用大动能的水去制沙 做的并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属于是一个带颖号的失败产品 紧接着三门峡水库的下面 立刻就做了之前我带大家去过的 小浪底水库 对吧 带父母去拍游记 所以大家对上号了 小浪底就在这个位置 小浪底水库用的技术 就比三门峡要先进了很多 所以小浪底的整个调红 包括制沙的能力 就是一个中国非常好的 并且它承受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这可是56%的泥沙来源 都是堆在了三门峡跟小浪底水库 所以小浪底水库经常的会 用大动能的水 存集了很多水 开闸放水 用这个比较大气势的水 比较大动能的水 去冲击整个的下游的黄河河道 把这些已经流速慢了的泥沙 再卷起来 然后同时增加整个的黄河水的流速 避免泥沙在沉积在整个的河床底下 所以小浪底水库对于下游的黄河的稳定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是个成功的案例 好 到了小浪底水库 其实慢慢的黄河就已经从我们国家的第二阶梯 到了第一阶梯 而第二阶梯第一阶梯 这明显的分界线的大城市是哪呢 基本上就是洛阳跟郑州中间的这个区域里面 同时在这儿也是黄河的中游 跟黄河的下游的分界线 那这个分界线在哪 是在郑州的往上走一点 这边有一个叫做桃花域的地方 这是黄河的中游下游的分界线 在桃花域啊 那基本上开始因为变成平原了 流速渐缓 开始出现地上河了 早年间的时候黄河泛滥也是因为 我们的古代的时候 整个的这个调红制杀实在是没有太多办法 它流速游慢 慢慢慢慢堆堆堆堆堆 那黄河都比城市还高 那一旦绝口的话 那城市基本上就淹得七七八八了 那这些年呢 现在社会之后就好了很多 我们有更多的复杂的制杀 包括调红的办法嘛 你看啊 郑州往东基本上就已经变成绿色了 就是我们国家的第三阶梯了 黄河那往东走呢 它并没有直接往南绕 但说明还是往北边走的话 它可能最近这几千年几万年是往北走的 它是比较顺的 可能地势比较低 它就绕过了整个的山东丘陵 最终从我们的东部沿海城市的东营的这个地方 是黄河的入海口 而东营又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石油资源的开采地 东营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磕头计 在那当磕头在那去抽石油 然后旁边就是黄河的入海口 同时东营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景点 就是黄河的这个黄色的水跟这边的海水 海水也不是那种湛蓝湛蓝的 有点发绿有点发蓝 它最终交汇在一起的景色 会形成一个分界线 还是非常好看的 你船是可以拍到边上的 你也可以通过航拍飞机去看整个的这个分界线 最终在东营完成了整个的入海 并且这些年黄河不断的在东营 还会去塑造出来越来越多新的陆地 但不是说以几十年百十年为准 这都是以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为准 才能慢慢的陆地会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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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那当然了我们就是无脑的瞎推测 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没准过了这个几十万年几百万年的话 慢慢慢慢的这个渤海的整个这个区域里面偏南 可能都会如果黄河当年还没有改到的话 都会被黄河慢慢的可能就会填成陆地了 慢慢甚至连渤海的整个的这个渤海的海峡 没准都没了呢 都会被黄河给填成了土地 那也说不准 所以感谢黄河母亲河 为我们造了生活的土地 同时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水源 养育了我们 谢谢黄河 那我们下一集呢 将带大家视线往南走 去带大家看 在我们国家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河 长江 谢谢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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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黄河